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剧探先生频道,我依旧是师妹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小狗为救主人 而被脏骚咬成重伤的故事,狗眼看人心 明天就是全家出门旅游的日子 所有人都在为提前收拾打包行李的事情而忙碌着 然而他们的旅行计划因为一件事而被打乱 也可以说是泡汤 就在男主人老黄将行李放去车上的这一小火时间 身后竟不知从哪冒出一条脏骚 这提心,这延伸,谁看了我说一句害怕呢 老黄立马转身跑回自家院子 可还是没能来得及将大门关上 脏骚的天性本就凶狠 如今看见逃跑的人更是激发了他的兽性 不远处的小狗妮可看见自家主人被欺负后 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与脏骚撕咬 可他毕竟是一条小型犬 和大型犬脏骚撕咬那不是必输的吗 这一口咬下去,妮可几乎没了气息 经收衣抢救过来后 妮可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 除了要小心照料以外 还得每天按时去打针 看着妮可身上的伤口,谁也不好受 她可是从老黄儿子出生之前 就陪在他们身边的家人 这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从事发到救治完毕 已经过了很久 可葬老家的主人却迟迟现身 除了负责照顾他的饲养员 不论是情还是理 主人怎么说也得出面为此事道歉 或者做出一些弥补 可他们却没有 老黄和妻子黄太太 让饲养员将葬熬关进妮可的家中 将她暂扣 否则饲养员将狗带回去 这事就解决不了了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后 立即赶到黄家 当他得知受伤的是狗 而不是人的时候 不自主地松了一口气 警察想啊 受伤的是狗而已 双方私聊也就完事了 没必要打动干戈的 将事情给闹大 如果狗主人愿意出面道歉的话 那这事可能就这样过去了 可她偏偏不自己出现 每次都是让别人出面去和黄家协商 除了饲养员以外 第一个来到黄家协商的 是狗主人的侄女 她告诉老黄 狗主人是个老太太 最近还查出得了癌症 让她折腾出门一趟 不合适 再说了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怎么还找警察出面了呢 她一会说 邻里之间要多包容理解 一会说老太太儿子不管她 一会又说他们是有办法的人家 这说法变来变去的 老黄总算是看出来 这人根本就没带着诚意来 就连妮口的医药费她都不愿意付 谈什么原谅 在老黄丈母娘那三寸不烂之舌的串袖下 警察终于将那条藏鸥给带走 暂时扣药在警局 什么时候事情解决了 什么时候这狗就能带走 小天是老太太家的司机 人有些脾气 一出现便给了黄家一个下马威 原本黄家找一个恨一点的人 去吓一吓老太太的人 谁知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呢 这就遇上了一个更恨的人 他的每一句话都在讽刺 黄家借此事勒索 老黄告诉他 先不管赔偿的事情 至少出了事情 狗主人得先出面道歉不是吗 小天可不管他说什么 这样的人他见多了 还道歉 狗能听得懂他们道歉 说白了还不是想勒索 他将老太太在美国的儿子的电话 告诉老黄 让他们自行联系 随后便离开了 离开时 老黄看见了车后座上坐着的老太太 原来他一直都在车里听着 却为出来为此事道歉 夜里他们接到了老太太儿子 打回来的电话 对方上来便问 他们需要什么补偿 态度比小天好了 不知道多少倍 黄太太想了一会儿 决定要赔上金三万 一万医药费 两万补偿旅游所亏的费用 如果是人民币 那这个数额是说得过去的 妮口医药费确实要一万 而其他的机票 酒店等等都是有发票的 但黄太太要的是美金 老黄自然是不同意了 妮口是为了救她而出事 如果她要了一个不合理的赔偿费 那不成了勒索吗 黄太太听完她的话之后 觉得挺有道理 便打消了三万美金的事情 三万人民币就够了 老太太的儿子同意了此事 并且安排自己的朋友小维 与他们联系 一开始事情谈得挺顺利的 但领导签合同这一步 小维却告诉他们 他知道的钱款数是两万 而不是他们说的三万 两万就两万吧 总比没有好 但小维却告诉他们 这两万要等藏傲接回家 他们才能拿到 黄太太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 合着他们还是不打算道歉 赔偿也只是为了拿回狗 因此这事不欢而散了 夜日 老黄无意中听见小田和别人说话 藏傲似乎已经拿回家了 看来他们家是真的有人在警局 这时候 二楼的房间玻璃被打穿 这威胁的意思很明显了 黄太太害怕 如果继续和对方要补偿款的话 家人的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并打算放弃此事 一向喜欢稀释宁人的老黄不乐意了 凭什么对方做错了 却要他们吃哑巴亏 一个想要平安 一个想要公道 因此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一日 老黄想要去老太太家 偷偷调查 藏傲是否有被领回来的事 可他奶知道 藏傲没调查清楚 自己反被这一屋子狗折腾得够强 最后还是托自己认识的权规朋友帮忙 这才知道 藏傲并没有被领回去 当晚 老黄的儿子 因保姆粗心而走丢 送他回来的是小田 不就是狗要狗这点事吗 你至于不至于 这话可彻底激怒了老黄 这么多天事情没得到解决 本来就烦躁得很 他还偏偏说这样的话 那不教训教训他 还说得过去吗 于是 在老黄的情绪感染之下 黄教人联手将小田揍了一顿 虽然这样不好 但他们的气 终归是撒了出去 赔偿的事情也懒得折腾了 说到两万就两万吧 起码妮口还活着 这就够了 两个月后 妮口还是因脏熬的那一口 而丢了性命 老黄夫妻俩来到老太太家 却发现那是一个灵堂 很久以后他们才知道 老太太和妮口是同一天去世的 她真有癌症 其实他们知道 老太太这人并不坏 院里的狗都是她收留的流浪狗 之前出过很多次事 因她态度好 对方接机勒索 上当次数多了 她这才吸取教训 不再自己出面 看着这灵堂 夫妻二人心中有些复杂 之前所有的愿 也随着事情的真相而消散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狗狗的故事很感人 但给狗狗拴上绳子 这才是对别人好 也对自己好的一个行为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